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即時通 我是音音 HELLO 各位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李悠 美中貿易談判 副部長級的談判似乎進行的沒有很順利 那投資朋友該怎麼看呢 好的 那個地方真的是讓大家覺得撲朔迷離 貿易談判怎麼會這樣子呢 你看在9月20號跟19號 就是上禮拜四禮拜五 美中兩國在華盛頓舉行一個 副部長級的一個貿易談判會議 大家覺得說理論上應該是談得不錯 但是這個地方 本來中國官員想要去訪問 美國農業州 結果貿易談判一結束之後 他不但沒有訪問 他直接取消掉 而且還立刻返回中國 好像暗示這個貿易談判協商 不太順利的樣子 這個貿易談判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他是一個會前會的概念 等於說替這個10月份 第13輪的貿易協議 做一個預先的磋商 但是現階段他竟然取消貿易 農業州訪問行程 感覺上就好像有點不太妙的感覺 翻臉走了 對來看下一頁 這是因為你看川普的態度 他本身他也反反覆覆 你看9月12號 他有講說他考慮 削減部分的關稅 達成想要跟中國做一個利益交換 就是交換購買美國的農產品 還有智慧財產權 來達成部分的貿易 臨時協議 部分貿易協議 這時候川普他說 即使他不願意 如果中國真的要的話那就來吧 可是9月20號他竟然又說 美國不急於在總統大選之前 達成部分協議 他希望達成全面的協議 他說總要做正確的事情 所以你不覺得很莫名其妙 匪夷手勢嗎 可是我們可以知道說 目前美國的總統川普 他的民意的民意調查 他是落後的 所以他會有些緊張 那現階段到底10月份是光輝11月 還是獵殺紅色10月 這個地方 這個關鍵在什麼 就是在這個貿易協議 對 10月1號是中國建國70周年的一個紀念日 所以美國本來是10月1號 正式要調高這個關稅2500億 從25%調到30%本來要正式生效 他現在延到10月15號 那可預期的 第13輪的貿易談判協議 很有可能是在10月1號到10月15號 之前做一個協商 那如果協商不完成的話 他就會在10月15號進行正式生效動作 所以這個協商的這個能否成功啊 會影響這個10月份 整個全球股市行情的表現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要特別的密切觀察 對好 那我們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現階段 他也是面臨一些結構性的一些問題 就是說現階段我們觀察指數的位置 在相對高在區間的高點 那我們看技術指標 他也在高檔 而且成為背影的跡象 那有兩個情境 一個是後面補量直接強軋空 往上一直走高 那第二個情境 就是拉回整理量縮 那這個地方就是類股輪動 個股表現 然後撐直接拖到這個9月底 做一個季底結帳的一個行情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那我們觀察這些其他的跡象 看起來有機會 因為這個地方 熱錢持續湧入 我們看到台幣的走勢圖 最近三個月持續往下走 就是呈現一個升值的走勢 那再加上外資連續12天 持續買超台股 而且光是9月份 這連續12就買超接近千億台幣 而且台北股市的高值利率4.32% 對於國際的外資而言 具有投資的吸引力 所以看起來這個地方台北股市 在月底之前還是一個偏多看待 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我們整個股民團隊 我們所篩選出來一些精選標的 比如說像PCB 或是這個ABF載板部分 那個PA生化家 或者說光學雙雄 或是記憶體表現 其實都相當不錯 所以投資朋友可以特別留意 尤其是上禮拜五 他表現特別突出的拉尾盤的 我們看一下特別留意 這個浴晶光部分 因為這個I-11 蘋果心機 那個熱箱 對 預購本身不錯 那我們看到大力光之前表現 就是受到這個外資調高 平等影響 持續不斷往上做一個走高 可是浴晶光的部分 感覺上有點受到牙齦 因為他有這個現增的部分 可是周末8月營收剛公布出來 哇 竟然大賺4.81億 那年增324% 單月8月一個月就賺4.77元 接近5塊錢的一個水準 半個股本 一個月就賺贏整個半年了 那單月營收就創下 單月的EPS創下歷史新高 而且9月份 因為這個心機熱銷 渴望再創新高 而且除此之外 因為他打入這個廣角 跟超廣角這個鏡頭 分死這個大力光的一個訂單 那未實現的這個 業外的一個利益 就是EPS大概估計貢獻2.92 因為要處分一個土地資產 所以這一部分還沒有入帳 如果再加進去的話 那對於整個第三季的營收表現 第三季的EPS表現 獲利表現 會有蠻大的一個想像空間 那我們看下一頁 深化甲三雄也是一樣 這個法人持續關注的焦點 做獲利最好的誰 但是這個穩帽部分 他獲利王 單月營收創下120個月 歷史的最高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 8月份的這個進步 最佳的這個進步獎 就是洪捷克部分 因為他營收月增18% 年增76% 是深化甲三雄裡面表現最好的 所以我想也值得投資朋友 特別進行一個關注 來我們看下一頁 那除此之外 包含記憶體的部分 以望虹來講 他表現最好 因為望虹是 這個新的任天堂遊戲 這個屬立曲面 出一個新環遊戲 叫這個Rainfit 這個遊戲 就是一個健身環 那健身環上面 會用到很多記憶體的部分 所以也推升望虹 在上週再創整個波段的一個新高 好的 類似像望虹這樣子的標的 營收持續往上走高 8月份營收月增24% 年增17% 而且單月創下歷史第六高的水準 所以類似像這樣標的 也歡迎各位投資朋友 持續進行一個鎖定的動作 是感謝Leo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盤中即時消息 以及選股策略 記得加入Leo股名當家的Line群組 帳號搜尋小老鼠 HCD5326J 或是用手機掃描QR code 就可以加入囉 那財經直通 我們下次見 拜拜